也希望這個活動可以繼續一直辦得很棒很棒 We reach out of the crowd Yo 我是廷恩YOLO 陽明山繪師大雄酒是個見證我成長的活動 第一屆擔任總教時 認識了秋天聖旅行的Danny 慢慢踏上登山和旅行的影像之路 某一年我突然有種 哇 如果哪天這個紀錄影片 能由陽明教大學生自己完成 真的會很感動 結果去年我真的做到了 意料之外的是 今年行政總球鄭辰哥特別約了我 鄭辰哥今天找我去討論 陽明山會是大雄酒的條方法 不知道要幹嘛耶 好緊張 要不要攝影或錄影 哇 我男生認嗎 哇 結果真的是耶 鄭辰哥說要找我去當陽明山會是大雄酒的 攝影動態影像 哇 原來是Danny他們的檔期慢了 剛好我又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又去旅行了 很快的就讓鄭辰哥想到了我 既興奮又期待又緊張 好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 接下來我開始練習空拍 並向陽明山國家公園 申請拍攝許可 構思腳本 以及交代任務 因為2024陽明山會是大雄酒 共有三條路線 為了讓各路的參與者都有機會被記錄到 也希望讓有興趣的學弟妹 嘗試看看動態影像 每條路線我安排兩位同學拍攝 鄭辰哥也找他的同仁幫忙 接著我仿照去年 再開了一次影像課 想要製造一個電影感 會慢動作 那我就可以放慢0.5倍 剛剛的這個運鏡 它會先讓觀眾覺得 這個腳到底是誰的腳啊 哦原來是這個人 然後接下來這個人跟你有了一些對話 耶 那就可以讓整個東西變得 再更長一點點也更有趣 拍得很耐心沒關係 你記得按下快門就好了 很好 很好 你用了一個不一樣的思維 好 剛才您在這邊看過一個 細傳商業場景 哦有時候啦 這是不一定的 並且請大家分享 拍攝過程 再思考一下 哇 嘿 有今天好玩嗎 哦 沒有去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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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喘一下 我一定要喘一下 這一位是我們祥雲攝影社的朋友 哈囉哈囉 我是醫學室的一榮 Hiphany 亭謙 你之前有嘗試過動態的影像嗎 有啊 之前就是譬如說 平常在紀錄的時候 有嘗試拍過一些影片 或是自己剪 就像路由斯那種影片 可能也不會有特別的 計畫說我要拍什麼東西 或是我要什麼運鏡 然後就拍完之後 然後就回家看怎麼剪 蠻喜歡隨手亂拍一些東西的這樣 因為我比較多都是自己拍 然後點多就發IG 比較不像天然學長機師 會把它拍成Youtube的影片 然後上傳給大家看 然後在看天然學長的影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蠻用心 然後我覺得拍得很專業 而且可以把很多的正能量 而且把真相這些生活 宣傳給大家 我覺得很棒 哇 謝謝 很拍一些什麼 那種走來走去的影片 或者是那種很瞎的影片 這些想要拍什麼東西 也有自己有去 想要去學一些什麼 一些影片的一些拍攝 或是一些腳本製作之類的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 希望能夠拍出那種 就是什麼電影感的那種感覺 對 OK 聽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目標 對 拍活力滿滿的大家 就記錄一下 就是大家有多麼熱血 完成這次的中走 我覺得這次應該會有別 比之前自己比較多 是遞入一些可能是風景啊 就是大家就躲著畫面的感覺 會更想要去訪問一些 就是一起參加中折隊的同學 就是他們有什麼樣的心得 拍他們比較疲憊的畫面啊之類的 我會想要多拍拍 就是大家在走的樣子 然後呢 還有我們在路上看到什麼樣的風景 那如果小動物的話 更好 我蠻喜歡拍動物的 那種牛牛 飛來飛去 你在一起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或者是有什麼 覺得可能挑戰的事情 期待的話就會覺得 希望能夠真的是 就是影片能夠使用在 就是就是你的影片裡面 對 不要身邊都是自己練習的影片 對對 希望膝蓋不要爆掉 嗯 其實想說我可能比較抖啊 我怕我自己有可能 自己還在喘的時候 也要拍 可能會有點挑戰 不過希望就是自己可以 就是可以把每個任務都處理好 也拍出不錯的作品 拍照這個任務我覺得非常重要 但我也很怕自己會不會 在拍的時候拖後腿啊 或什麼 也很久沒有登山的活動了 希望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雖然我是機動組的 我應該要處理大家的問題 反正就希望兩個能兼顧啦 然後呢 能夠拍到一些 比較好的畫面 我都很被他這些 嫉妒啊 還有這些突破生活之中的一些 新挑戰 然後被他鼓勵的 所以就是 就是一起來參加這個 哇 真的有行動的那一個 哇 耶 加油 耶 加油 耶 又今天的影像課結束了 整體而言我覺得 今年比去年 還要厲害很多的地方是 我更著重在拍攝好運鏡方式 也利用了一些現場的景物 來進行教學 很讚 iPhone也變得更穩了 真的很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帶領我學弟妹 還有這些初常識的人們 排除自己的影片 好 那我們就 揚明山會師大共九 當天見囉 哇 結果活動取消了 我跟人家接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 滿開心的 我覺得不管是安全的考量 或是整體舒適度 願意就會一直地震啊 連續下雨 真的是沒有那麼舒服 而且這是一個辦給全校性的青山活動 我也會滿希望大家可以愛上大季啊 而不是因為惡劣的天氣就覺得被打倒 當然對很多已經籌辦許久的工作人員來說 可能真的會滿可惜的 辛苦你們了 做決定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過利用這個活動實際去寫出的腳本 讓大家看見 哦 原來有很多人一起完成的這個可能性 也有帶給學弟妹一些觀念 以及運鏡的技巧 對我來說 都是很棒的一件事 而且收到了滿滿的回饋耶 哇 謝謝 哇 光是被找本身我覺得真是一種肯定 沒關係 再接再厲囉 今天平安帶著兩位攝影社的同學 他們說可能覺得我會很失落的 然後說要來安慰我 但是其實沒有 我沒有很注意 就是我自己也沒有很喜歡下雨天爬山 那因為學校基於就是四月發生了大地震嘛 然後雨震不斷 然後這一週又開始有那種 連續性的降雨 那安全的考量學校 著急的登山社 然後跟主協辦單位我們討論 然後就是決定就是 這次的活動就 還沒有出發 我們就撤退了取消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其實就是原本有準備了一些情境糧 然後有設計這次活動的貼紙 哇 還有貼紙耶 其實滿滿的整的 然後其實原本也想說會下雨 有準備一些防水帶 想要讓大家裝手機 然後 再次的活動服 活動服的這個山 其實就是陽明山的十連 十連崩 對 然後這是重走線的衣服喔 因為之前有一些重走線的人 我們走到會吃就想偷偷下山 這次登山社就說 讓他們穿不一樣的顏色衣服 我們就一邊說 因為下山的車子人數是固定的 一邊有重走線的人想要搭人家的便車下去 害原本有車搭的人沒車搭 所以我們這次重走線的不可以中途落 對 然後這是一般路線的人 其實無限電都 都充好電了 十支的無限電都充好電了 哇 然後就 啊 就沒了 有緣就明年再見啊 反正這個活動 其實看起來是明年都會舉辦的 嗯 那也辛苦 人三色的夥伴 哇 辛苦 拜拜 啊 你要蓋喔 2024陽明山會是大眾週 是這個活動五年來第一次取消 其實在決議之前 當週的週一晚上還在行前會議 確認了隊伍的行進和應變 也學習了無限電的操作 以及隊伍成員的互相認識溝通 第五屆的口號是 登峰 召集 Beyond the Limit 原本在晴天剛會試的時候 大家會排成NYCU的字樣和牌 還會有人扮成超人 深蹈五橫山林的觀念 4月27號當天 天氣其實超好的 我因為大眾週取消 改去幫我爸身心診所 拍了社區獎座的活動紀錄 其實在陽明山會試大眾週之前 我已經事先拍好了一些素材 如今重新看這些畫面的時候 還真覺得有那種點可惜 畢竟這算是我有充足時間和能力的一致 明年這時候人在哪裡 自己都說不準 搞不好在醫院值班吧 不過至少透過影像 讓這些活動雖然取消了 還是有一點努力過的痕跡 身為第一屆的永召 我很高興這個活動辦得越來越有規模 乃是天使地利人和 在一起上山吧 影片到尾聲了 如果你一路看到了這裡 請收下我萬分的感謝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加訂閱 我是停安 YOLO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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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